HELLO YOUTUBE 我是黎Sir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 中四 Chapter 1 Lessons Wardsheets 1.1 1.2章的第三條 就是說要converse 2.18 Recurring Decimals into a fraction 第三條 做法就是大家有這份Wardsheet 大家也知道 首先我們要Lex 2.18這個循環小數 是X 然後用X用一個減幅的方法 去處理它 你看到X就是這個 循環兩個小數 然後另一個就要乘一個數 令到會對回位 所以你看到對位的時候 這裡就兩個循環小數的數字 就是兩個數字的循環 乘100 如果是一個循環的 乘10就可以了 三個循環的 乘1000 那什麼叫三個 譬如舉個例 2.118 頭尾 這個意思就是2.118 118 118 那就要乘1000 OK 所以這裡乘100就夠了 就是218.181818 就是二色 那你就看到剛剛好對齊 只要兩條色 二色 減一色 那就大減小 那就發覺是99X 就會是 這個數量 兩個雙減 兩個雙減 如果用直色去看的時候 就很簡單 立即看到了 剛剛不要減完這些 就剩下216 OK 所以就是216 可以嗎 那你得到呢 就是這個 那你除回去吧 216 over 99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 那這個呢 就不是答案 不是最後答案 你要虐減它 那麼虐減完之後呢 就是24 over 記住要虐減 你不虐減 你不虐減它 是 會扣分的 可以嗎 而且最後的答案 不要是這個 不要是這個 一定要說回這個 是變成什麼fraction 就是2.18的循環 就會等於24 over 11 這個才是最後答案 記住 這個才是最後答案 如果你沒有這個 會扣了1分 OK 那整條題目 就是這樣 OK 記住我 我是李Sir